这是一场影级别的战斗 历代最强火影原非对阵昔日弟子大蛇丸 三代木老当一壮先发制人 使用土流大和限制大蛇丸的同时将土盾与火盾结合 声势号大弹收效甚微 大蛇丸顿入地下安全避开 双方试探完必动起了真格 大蛇丸用三名音忍做祭品施展绘土转生 好在三代及时阻止第三口棺材的出现 这才没让事态更为严峻 可眼前的初代跟二代两个火影已经相当棘手 短暂的叙旧后 大蛇丸将符咒埋入两人体内 助监跟飞监都失去了意识 沦为了大蛇丸的杀人傀儡 面对两位强敌 三代使用大范围的火龙炎弹 却被飞监的水阵壁熄灭 随后更是掀起滔天巨浪反击 危机时刻 三代木吐出一口老弹 使用土流壁筑起高强抵挡 可助监又踏浪而行杀将过来 徒手挡下了三代的火龙弹 三拳两脚就把他打成了表情包 三代还未来得及调整身形 又被身后潜伏过来的飞监拖入水中 艰难摆脱束缚后 助监又使出了独门秘术术界降临 一时间山河断裂树木丛生 三代立刻陷入危机 他赶忙使用通灵术召唤出圆魔助阵 作为火影最强的通灵兽 老圆魔赤手空拳就击退了助监跟飞监 顺利变身成如一金箍棒 与三代完成合体 大蛇丸剑状也从嘴里吐出草质茧 两人剑棒相击近身缠斗 可一对一单挑大蛇丸显然不是三代的对手 只好让助监跟飞监从旁偷袭 上了年纪的三代面对三人的包夹招架不住 可饶是如此他依然不忍对大蛇丸痛下杀手 圆魔看出了三代的犹豫一把掐住了大蛇丸的脖子 然而那只是大蛇丸的分身 与此同时 三代也将刚刚贴在助监跟飞监腿上的起报符引爆 然而会途转生的身体很快就复原了 三代意识到只有封印灵魂才能破解此数 反观大蛇丸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笑着笑着就撕破了自己的蛇皮面具 露出一张年轻女人的脸蛋 而这才是大蛇丸现在的真容 原来他为了永生不惜以活人进行实验 经过多年的研究 他终于开发出了不失转生 通过不断夺射他人的身体得以让自己的灵魂永生 他此次行动就是为了得到佐助 看着眼前的孽徒如此灭绝人性 三代终于下定决心 用他所剩无几的查克拉召唤出影分身 施展了当年四代火影的封印之术 尸鬼封镜 利用分身抓取了助尖跟非尖的灵魂 此时的大蛇丸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直到三代与原魔配合抓住了他的身体时 方才看清三代背后的死神 他赶紧操控草制剑刺向三代 原魔奋力阻止可终究是晚了一步 大蛇丸本以为三代会躲开 可对方早已做好了同归于尽的打算 原来尸鬼封镜是以自身的灵魂为代价的封印之术 大蛇丸见状又操纵草制剑加重三代的伤势 想在灵魂被抽去前线耗死三代 三代自知无法彻底封印大蛇丸 于是当机立断封印他的双手 夺走了大蛇丸释放忍术的能力 在生命的弥留之际 三代的眼中依旧是大蛇丸年少时的模样 木叶飞舞之处 火翼生生不息 火光会照亮村子 并让新生的树木发芽 三代虽然死了 但他的火之意志已经传承给了后辈们